你前三门你感觉不扎实 那没关系 我们从第四门开始 大家就进入一个集气 好比从这个第四门就是一个集气 我给大家举一个 我以前听的一个笑话 以前乡下有一个老阿婆 来到城里面 她从来没看过电梯 所以她就看到有一个老太婆 跟她年纪差不多 跑到电梯里去了 这个电梯门一关 这老太婆看 她怎么跑这个大箱子里去了 一会儿电梯门一开 出来一个妙龄少女 这个厉害啊 她一开门她也进去了 她进去一出来 照照镜子 我怎么没变 还是老太婆 她还问别人 她怎么能变 我怎么不能变 那我就介绍她一个能变的 所以第四门呢 我们把它比喻就像个电梯啊 她这个电梯是真能变 一个老太婆进去了 一尊佛出来 一个大老鼠跑进去了 一会儿出来 出来一尊佛 进去了 出来都是佛 所以同学们 你说我们幸运不幸运 网生论你要不要读 网生论就是成佛集齐 这个大学生 很容易进 很容易毕业 毕业就是佛 所以网生论呢 你要往这个论里钻 这个是个大电梯 进去了之后 不是老太婆变妙龄少女 变佛就出来 所以第四门呢 这个就开始观察了 那我挤完这个比喻 就大家做好心理准备了 我们要往里钻了 出来就是佛了